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般民众的话 所以我们说挣钱挣钱 你先要设定一下 我在办公室里边也好 我在生活区域里边也好 在这些地方的话 如果地震来了 你往哪个地方跑 你视线你要知道 所以我们训练也是这个 Training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Drill 我们叫Drill 就是Earthquake Shackout Drill 就是在你脑子里边 已经曾有的 这些地方位置 是挣钱做好 功课了 到时候的话你可以不太惊慌 马上往这些点上 长生 Earthquake Emergency 这个package里边 包括一些奢品 所以像一些饼干 药素饼干 这个因为储藏时间比较长 还有一些水是要的 但是水呢你需要有一些更换 比如说过个两个月 你这个里边东西要换一换 水的话 这个是食品 还有一个医药 医药的话呢一些沙布啊 酒精啊 或者是我们叫那个 橡皮椒啊 这些的话应该也是放一些 因为万一碰上出血的话 你还可以自血的 这是医药方面的 那么还有一些呢简单的工具 简单工具呢 你有一些比较螺丝刀啊 扳手啊 小型的扳手啊 这个呢急救包里边放得下的 你应该也是放一下 因为到时候可能你要灌煤器啊 灌电门啊 或者再灌水管啊 这些东西 还要有一些小工具 这个是需要的 再有呢急救包里面呢 有的时候呢 你放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小的radio 就是一个收音机 一个小的 电磁档呢 要更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有可能的话 这个收音机 你还可以听到一些 碗地震以后的信息 马上可以了 另外收音机也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个声源 可以那个一个声音发声的 再有呢 比如说我们就提议 你放个口哨啊 也可以 就吹的口哨 那个的话呢 比你叫的话 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因为它这个声音的话 营救能源容易了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还有一些像一些电磁啊 这些方面的话 你也可以备用一些 所以急救包的话呢 大致上的话 我们能够想到的话 平时的话 你如果在Home Depot 或者在那个Amazon 可以订购 它大致上大概就是包裹了这些 口哨的话呢 有的有 有的是没有 这是我们自己想的 就是说你 比如说口哨的话 也比较简便嘛 你那个 放一个在里面的话 也是管用的 还有呢 你比如说除了急救包以外的话呢 安全帽 这个安全帽 它实际上就是那个 就是建筑 建筑功能用的这种帽子 你就放家里放一顶 放那个 我房里边放一顶 办公室放一顶的话 这个比你守护着头 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所以像这些的话 用配备的话 是比较舍用 比较舍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你一个 就trap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 但是你还有活动能力的情况下 这些是管用的 关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